不伴隨著犧牲就不會得到任何成果 但即使犧牲再多 也不保證結果會如我們所願 即使在心思熟慮 也不可能做出必然正確的選擇 所以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做出盡量不會悔恨的選擇 大家好我是書客 今天繼續說《最記得巨人》 這個頻道主要是專門講動畫、電影、電視及哲學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like comment like 給大家訂閱、關注我的頻道 還可以like我Facebook、Follow Instagram 還有加入Youtube及Patreon會員 上回說到調查兵團的場外調查 有一個巨樹森林 而女巨人或追艾倫也走入森林 而且周花又追到艾倫了 後面有緩戶班稍微拖延一些時間 但緩戶班只能夠拖延 根本殺不了女巨人 隨著緩戶班的犧牲 艾倫很想反擊女巨人 大兵將並沒有下令戰鬥 反而發射響爆彈 挖家族前進 艾倫就不明白了 但作戰班的其他人都遵從盯場的命令 緩戶班的人繼續犧牲 艾倫完全看不過眼 明明我們有作戰的能力 為什麼要坐視不理 有他們犧牲呢 但班上其他人都選擇相信兵長的判斷 只有艾倫一個人不明白 他看看自己的手 醒起 他根本不需要依賴其他人 現在他 只需要靠自己 就有能力 打低女巨人 艾倫 將手貼近自己的口 他想變成巨人 自己 加拳女巨人 但佩特拉立即阻止艾倫 說要聽兵長的命令 不可以隨便 東東巨人的力量 你不是答應過我們嗎 但是兵長有插口 說艾倫想這樣做 其實並沒有錯 想做 就儘管做了 我太明白了 無論再勞固的勞弄 都不可能 能夠令艾倫的意志屈服 艾倫 你和我們的判斷不一樣 是因為 我們有不同的經驗 選擇 選擇 你是相信你自己 還是相信 調查兵團的判斷 我都不知道答案 無論你是相信自己 亦或同伴 所帶來的後果 都沒有人預計到 所以 你就盡量選一個 不會留下悔恨的做法 艾倫思考著 他想獨力去面對女個人 他不想見到棄神 但佩特拉 這個時候就對艾倫說了 要相信我們 佩特拉的說話 拿艾倫 想起之前的一段回憶 當時恆斯 正想拿艾倫做實驗對象 而兵長 都不反對 所以恆斯 就安排了艾倫 在一個敷井裡面巨人化 巨人化之後 會被敷井省制住行動 所以 都不怕艾倫控制不到巨人 但艾倫 落到敷井之後 咬自己的手 發現自己 變不到巨人 艾倫自己 都不知道為什麼 兵長就命令艾倫 快點想辦法 不過同班的其他人 就相當冷靜 說這樣 起碼表示你 比我們想像中 更加像人類 現在 甚至連艾倫手上的傷 都沒辦法餘合 艾倫的手 一拿起茶匙 就感受到疼痛 熱掉了茶匙 正當艾倫 想伸手撿回茶匙的時候 事情 就發生了 一聲巨響 現場 立刻煙霧尼馬 艾倫的手 巨人化了一半 艾倫很慌張 立刻 想拔隻手離開巨人的身體 但是這個時候 班上其他精蟻 已經拿把劍出來 準備跟艾倫作戰 他們不停質問艾倫 為什麼在沒有批准的情況之下巨人化 他們敵意的眼神 令艾倫明白 自己是如何不備信任 而兵長就一直叫士兵們冷靜下來 但是士兵們 依然覺得艾倫很危險 不可以放鬆警惕 艾倫白口莫辨 大叫了一聲 這個時候 恨斯就來到了 他對巨人化的艾倫身體很有興趣 艾倫就趁機拔出自己的手 離開巨人化的身體 而恨斯就留意到了 巨人化的手 拿著一枝茶匙 晚上的時候 艾倫就跟兵長說 想不到 自己是不被信任到這個地步 兵長就說 當然是這樣 正正因為他們是這樣 所以我才選了他們 跟巨人對峙的時候 你永遠 不可能有足夠的情報 無論多深思熟慮 都不可能想到結果 唯一要做的 就是迅速地行動 和作出最壞打算下的決斷 但這樣 並不代表 他們是無血無慮的冷酷之人 之後 他們兩個就回到大廳 和眾人回面 恨斯就拿出茶匙 說當時巨人的手 就是拿著茶匙 艾倫就想起 他巨人化之前 就是想拿起茶匙 恨斯就由此推測 艾倫要巨人化 不只要自茶咬手 還要有明確的目的 之前艾倫巨人化 都有想做的事 而枯井的事後 並沒有巨人化之後 想做些甚麼的目的 所以 當有撿起茶匙這個目的的時候 艾倫才會巨人化 眾人聽到恨斯的說法 只有艾倫正先 不是故意違反許可的 所以他們 都拿出自己的右手 大力咬了一口 作為艾倫判斷失誤的一些補償 希望艾倫 不要把艾倫的事記在心上 佩特拉就說 艾倫 我們這些人非常膠底 和愚蠢 你看到我們這樣 一定很失望 但是 即使如此 我們依舊會依靠你 所以 都希望你可以依靠我 所以請你 相信我們 看著佩特拉手上 中殘留著的咬痕 後面的女巨人 就在那兒緊隨忌後 艾倫 出後決定相信調查兵團的同伴 不變身巨人 夾前進 就在女巨人 追了一小段之後 很快就到了一個地缸 調查兵團的人 早就準備好在附近 在團長的聖靈下 萬箭齊發 一次只牽著繩的箭 射向女巨人 女巨人 都立即反映過來 保護後頸 箭 限制住女巨人的行動 女巨人 已經動不了 這個 就是阿爾文團長的真正目的 活足智慧巨人 兵長 在成功活足女巨人之後 叫其他人在前面待機 而自己 就回到去活足女巨人的現場 同一時間 在森林外圍的士兵 不知道裡面的情況 只是聽到聲響 莊和阿爾文就猜到了 團長 是想活足女巨人 但是為什麼 團長事前 沒有跟兵團的其他人透露呢 理由只有一個 在兵團之中 又協助巨人的臥底 雖然 這次行動 會令人類更接近這個世界的真相 但這次行動 都令太多人白白犧牲了 阿爾文認為 團長的決定並沒有錯 馬後炮很容易 但永遠沒有人事前就知道結果 而我們 必須作出抉擇 100個同胞的性命 和牆壁之中 全部人類的性命 團長 作出了選擇 假如有一個人 可以去改變一些事物 那那個人 一定是一個 能夠捨棄重要之物的人 如果 那個人必須凌駕於怪物之上的時候 他連人性 都可以捨棄 什麼都捨棄不到的人 一定 什麼都改變不了 而在女巨人那裏 兵長 想盡辦法 都拿不到女巨人裏面的人出來 每次 想斬女巨人的手的時候 女巨人 可以令她的手變硬 和海甲巨人有相似的能力 白人 並解決不了女巨人 正當團長 想用爆破的策略的時候 女巨人 突然大叫起來 女巨人的大叫 令原本是森林外圍的巨人 衝入森林 那些巨人 完全無視其他人類 直衝向女巨人 巨人多到 調查兵團的人根本處理不到 在巨人包圍之中 女巨人 就這樣不見了 團長 又立即命令撤退 再展開陣營 回到特區 團長本來以為女巨人是犧牲自己 寧願被巨人吃 都要保護情報 但仔細想想 即使兵長 補給好氣體和刀刃 才做下一步的行動 撤退的藍色信號彈 開始出現在天空之中 無論在森林外圍的森兵 但在森林內的艾倫 都準備撤退 艾倫他們 以為報獲計劃已經成功 開始想問兵長回合 他們看到綠色的信號彈 以為是兵長回合的信號 同一時間 撤退的行屍 就問團長 為什麼要兵長補給 明明已經沒什麼時間剩 團長就說 我們認為 女巨人已經被其他巨人吃了 但事實上 我們有誰看到 女巨人的本體 被巨人吃了呢 如果 他是解除巨人化之後 依舊可以行動的類型 並且事先 已經帶了立體幾棟裝置的話 那個是女巨人體內的那個人 現在 已經穿了跟我們一樣的制服 雖然在之前艾倫的情況來看 巨人化之後 本體應該沒什麼體力 而且機動裝置 都會因為巨人化而不見了 但如果 變身巨人 是有熟練程度之分的話 艾倫 和女巨人的情況 就完全不是同一個說法了 同時 在森林外的 但是艾倫和John 就討論作戰計劃是否成功了 John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團長會確信 艾倫一出了牆 就會有巨人追上來呢 艾倫就說 因為上次襲擊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放棄了進攻 壞了特區的外門 但是沒有繼續攻破內門的意思 艾倫 用石頭堵住外門的時候 他們都完全不理 所以艾倫就猜 一定是出現了 比破壞牆 更加重要的事 就是艾倫的巨人化 也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那個地方 目睹艾倫巨人的幾個人當中 就存在著巨人 同一時間 艾倫那班 在港路的途中 看到一個抓住制服的人 就是他們反映過來之前 那個人 一都說殺了班上其中一個精銳 艾倫看到有人死 馬上呆了 但是其他人 馬上反映過來要加急趕路 雖然搞不清楚情況 但是他們知道 因此而停留只會更加危險 他們跟那個人拉開了距離 就是看到 那個人突然消失了 黃色的閃電 和精氣出現 女巨人 再次登場 他繼續追著艾倫一行人 艾倫就想立即變巨人 對付女巨人 大班上其他精銳交停了艾倫 挥由他們三個去殺死女巨人 艾倫 只要保持這樣 向總部前進就可以了 因為艾倫的能力存在風險 他們三個 相信自己 可以解決到女巨人 艾倫聽到他們這樣說 再一次 選入了信任同伴 他相信 精銳班一定可以解決到女巨人的 自己 就先行一步 雖然先行一步 但艾倫一直回頭看著戰況 精銳班的配合天衣無縫 兩個人 先奪去女巨人的眼睛 女巨人 起碼在一分鐘之內 都什麼都看不到 女巨人就立即防守了 用手 保護著後頸 並且背靠大樹 但是精銳們 繼而 就攻擊女巨人的手臂肌肉 在一輪攻勢之後 女巨人的手 就垂下來了 之後 就要攻擊女巨人的後頸 艾倫看到他們同伴之間 這麼有密切的配合 知道自己 應該信任同伴 這個 才是正確的做法 但他突然想起 兵長 剛才所說的話 他 都不知道答案 無論是相信自己 還是相信同伴 最後的結果 都沒有任何人遇見到 艾倫再一次回頭 其中一個精銳 已經接近女巨人的後頸 但這個時候 女巨人恢復視力 一考 咬向那個精銳 再多一個人真望 艾倫 立刻想回頭支援隊友 貝特拉不明白女巨人 為什麼視力可以回復得那麼快 細細一看 發現女巨人 就是一隻眼才回復好 女巨人 算是優先治療其中一隻眼 貝特拉見情勢不妙 一直口退 但女巨人就衝上來 一腳 就踩向佩特拉 現在 即是回到白髮老爺 他直攻向女巨人的後頸位置 但女巨人 立刻令後頸變硬 他的刀刃 完全攻擊不到女巨人 之後女巨人 又一腳踢向白髮老爺 艾倫就這樣親眼看著 他所信任的同伴 一個 一個死了 他已經抑壓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變身巨人 衝向女巨人 艾倫巨人發出號叫 Mikazan 立刻認出艾倫 二百筆雪就去找他 兵長 都知道艾倫已經巨人化了 立刻衝向艾倫的方向 但在兵長衝向艾倫的途中 他看到 各班同伴 一個個的屍體 兵長知道 各班的人 已經犧牲了 最後 他停在佩特拉的屍體之上 看著佩特拉 而巨人艾倫 和女巨人打起來 因為女巨人的傷 未完全恢復 所以一開始打鬥之中 女巨人少落下風 艾倫打低女巨人之後 以男上女下的體位 壓住女巨人 艾倫開始後悔自己之前的選擇 他選擇了相信同伴 所以才會把大家都害死 如果一開始 就相信自己去戰鬥的話 如果一開始 就想女巨人殺死的話 如果更早選擇變成巨人戰鬥的話 絕對可以 我做了選擇 而我的選擇 害死了大家 這個時候 女巨人的身體已經恢復好了 他立刻反擊艾倫巨人 在身體完好的女巨人面前 艾倫 全部反擊之力 女巨人 一腳 就打破了艾倫巨人的頭 再咬一口 艾倫巨人的後頸 再把艾倫的半體吞了在口 米卡産 剛巧說到 就看到艾倫 被女巨人咬走的那一幕 他立刻衝上前 追著女巨人 米卡産 不斷的攻勢 令女巨人受了不少傷 而且女巨人的攻擊 都沒有一筆被米卡産避過 在重創女巨人的腳之後 女巨人 就跪下來了 呃呃 沒錯呀 米卡産就是用刀刀令女巨人跪下了 但艾倫變成巨人 都打不贏女巨人 嗯 艾倫好 賊了 正當米卡産 想攻擊女巨人要害的時候 女巨人 立刻硬撿化擋住了 米卡産見到這個情況 就在思考 怎樣才可以對付女巨人 但女巨人 好快已經恢復好 繼續逃跑 米卡産 立刻就去追 大兵長突然出現 阻止了米卡産 叫米卡産 先保持一段距離 觀察著先 究竟女巨人 可不可以大咒艾倫呢 兵長和米卡産強強亂手之下 女巨人 下場會怎樣呢 接著留意下星期的 《專擊的巨人》 《專擊的巨人》 是《專擊的巨人》的第19到21集 故事講述 報索女巨人失敗 而且兵長那一班的人 全數陣亡 當年我看故事的時候 真的很喜歡佩特拉 看到她那麼多氣氛 又那麼美女 心想 她應該不會死吧 怎料 唉 作者死人當食山菜 下集還會有事再多次去試 牛奇就會知道 劇主角團都是 任死不生氣的 而且還沒得幫伏 我因為知道後續的劇情 所以我看回這段的時候 其實開始明白 艾倫在第四季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一集對艾倫來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轉變 由一開始 幼兒不知道應該信同伴是信自己 到因為佩特拉 而選擇相信同伴 而是因為同伴的死 而後悔自己的選擇 整個心理轉變在這一集很完整地呈現出來 這一次的事件 對艾倫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深遠的 大家看到後期就會知道艾倫的行事作風 會是怎樣的 不過其實艾倫一個核心性格是從來都沒有變過的 就是急於求成 她很多時候就會看到眼前的得失 令她沒有策略 就知道同伴死了 她因為仇恨而選擇回頭 而不是好好利用爭取到的時間和其他人回合 以為自己可以對付到女巨人 結果 自己比人類更快 沒有自知之明 都是艾倫的第二個特點 她不知道自己的實力去到哪 就突然冒進氣上來了 結果每次艾倫衝動 都要一班人犧牲收場 其實這集想說的話 是很有討論價值的 我認為 就是到底應該相信自己 還是相信同伴呢 我就很明顯看一個 通常會相信自己的人 就好像大學groupproject的時候 我都是選擇相信自己的 當我聞到我的groupmay 有一點點復復的味道的時候 就會一腳踢做完所有的事 連groupmay要做什麼都安排好 只要groupmay跟好我所說的事 就保證Carry到高分 因為我實在承受不了 因為groupmay太快而低入分的風險 寧願自己一個做完全部的事 都不可以有一絲機會是低分的 不知道大家又是偏向相信同伴 還是相信自己的呢 你覺得艾倫一開始選擇相信同伴 有沒有做錯呢 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是雪斯拉 逢色夜晚9點 逢色夜晚8點出片 逢色夜晚9點 逢色夜晚10點 Youtube直播 喜歡影片按LIKE 留言按LIKE 訂閱觀眾頻道 還按LIKE 還有Facebook 還有加入Youtube 和Patreon會員 恐慾之後是如何 請我下回分解 我們下次再見 貝特拉真的死得好慘 如果他不死 應該真的和兵獎一對 分享給你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